一天,一个农民的驴子掉到了枯井里,那可怜的驴子在井里凄惨地叫了好几个钟头,农民在井口急得团团转,就是没办法把他救起来。 最后,他断然认定,驴子已经老了,这口枯井也该舔起来了,不值得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救驴子。 农民把所有的邻居都请来帮他舔井,大家抓起铁锹,开始往井里舔土,驴子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 但是,起初,他只是在井里恐慌地大声哭叫,不一会儿,令大家都很不解的是,他居然安静下来。 几桥土过后,农民终于忍不住朝井下看,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,每一产砸到驴子背上的土,他都做了出人意料的处理,迅速地抖落下来,然后狠狠地用脚踩井。 就这样,没过多久,驴子竟把自己伸到了井口,他纵身跳了出来,快不跑开了,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诧不已。 故事启示,其实生活也是如此。 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,会如尘土一般落到我们的头上,要想从这苦难的枯井里脱身逃出来,走向人生的成功与辉煌,案法只有一个。 那就是,将它们通通都抖落在地,重重地踩在脚下。 因为,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,每一次失败,其实都是人生历程中的一块垫脚石。